加多宝公司与广耀集团的缠斗还没结束,即空挂包装案后,王老吉商标纠纷进入白热化阶段。 白云站600332,SH7月27日下午公告,就加多宝集团相关6家属体公司,请把广耀集团王老吉注册商标纠纷按键,控股股东广州医疗集团有限公司。 下检测广耀集团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明事判决书,广东省高院判处加多宝集团相关6家公司判决,发生法律效率起10日内,赔偿广耀集团相关经济损失及颗粒维权费用,共计4.41亿元。 不过,加多宝随即发布公告表示,加多宝不服该议审判决,并立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,该议审判决不会生效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年的缠斗中,凉茶双雄的市场地位已发生了反转,加多宝元气打伤,屡屡被传出业绩下滑,停产等消息。 高层的人事变动频繁,广老及商标纠纷,一审判决,加多宝赔14.4亿。 每日经济新闻号,NBDNBWS记者注意到,广耀集团最早于2014年,最把定代表人,均为张树荣的6家加多宝集团相关公司提起诉讼,要求加多宝集团方面,赔偿广耀集团10亿元经济损失。 2015年1月,广耀集团将索赔金额,提高至29.3亿元。 根据广东高院议审判决书决定,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,仅称广东加多宝,志强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,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,福建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,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, 武汉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,共计赔偿广耀集团经济损失,及合理维产费用共计14.4亿元。 同时判处,1469.3万元二件授予费用,由人高与被告各负担一半。 记者了解到,目前广东高院判处陪附的14.4亿元,为加多宝集团涉案主体,自2010年5月2日,至2012年5月19日,因侵害王老吉,注册商标造成的广耀集团经济损失。 其中广东加多宝为赔偿主体,胜于五家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目前该判决为一审判决,广而王老吉相关人士,向美日经记新闻号NBDNEWS记者回应,王老吉尊重法律的判决。 法律对加多宝事实的认定,是对王老吉这一中华老字号品牌的进一步保护,同时也是对低成本没法的一种警示。 白云山同时在公告中表示,预计本次判决对上市公司本期获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。 广耀集团此刻红罐包装装黄权益,早于广耀集团与加多宝之间,王老吉注册商标分针道, 是两家公司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黄权益个数的纠纷。 2012年7月,广耀集团与加多宝集团,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, 军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黄的权益, 并据此素质对方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的包装装黄构成。 广耀高院于随后的一审判决表示, 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黄的权益享有者因为广耀集团, 把院遂派令加多宝公司停止行为, 弹灯消除影响,并赔偿广耀集团经济损失1.5亿元, 及颗粒维权费用26万余元。 加多宝集团败诉后,产品被扩由红罐改为金罐, 但是在红罐王老吉凉茶,审,提交最高人民法院申理后, 判识结果出现逆转。 2017年8月,最高人民法院宣判, 广耀集团与加多宝公司, 对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黄权益的形成, 均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和法利益的前提下, 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黄的权益。 今年6月,几乎与加多宝重启红罐包装上市同时, 法院正式受理了广耀集团关于与加多宝集团共享红罐包装, 判识结果的再次审理申请。 在广耀集团与加多宝集团数年外叫红罐王老吉向官商标诉讼, 包装装黄权益的诉讼中, 广耀集团此刻的决心可见一般。 王老吉凡偶犯抄加多宝, 曾几何时, 王老吉和加多宝友好合作, 在凉茶市场打下了一片江山。 但在2012年, 广耀集团收回王老吉品牌, 运营王老吉多年的加多宝, 失确地打造多年的王老吉。 在与王老吉多年年博弈之外, 开始了自由品牌加多宝凉茶的品牌重建之路, 通过巨大的营销投入, 再加上凉茶市场的快速发展, 2012年加多宝的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, 而2013年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0%, 30%到了2014年底, 加多宝公开表示, 为庆祝2014年加多宝销量在杜多金, 推出金冠凉茶, 由此可见, 在2014年加多宝的销售依然可观, 加多宝能够在失去王老吉品牌之后, 再次崛起, 可说是凉茶界的一个奇迹。 不过, 据志通财经报道数据, 加多宝的销售额在2015年开始停滞, 2016年更是出现倒退, 去年则下滑至150亿元, 而王老吉销售额在2015年, 就突破200亿元, 并不断拉开与加多宝的差距, 目前市场份额已经突破70%, 实现反超。 著名战略定位专家徐雄俊向认为, 加多宝从1995年, 推出凉茶至今的盈利, 基本用在了与王老吉的斗争上了, 还有价格战, 争夺渠道经销商等等。 而实际上, 加多宝和王老吉是两败智商, 两家近年来的利润均不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